11月10日 第34届大众建议百花奖颁奖典礼在佛山举行 无尽凭借战狼二中饰演冷风一脚当选最佳男主角 同时他亦是本次百花奖的形象大使 最佳故事片 红海行动优秀故事片 建军大业 最佳导演奖 林超贤红海行动 最佳男主角 吴京 战狼二 最佳女主角 陈景十八栋村 陈杰百人并未来到现场 今年是他从议30周年 带领者表示这个奖对他非常重要 最佳男配角杜江 红海行动 杜江与张汉在初次投票 终是32票评票 现场101位评委在评票后再次投票 张汉西白 最佳女配角转陆霞红海行动 最佳编剧奖 七月与安生李永珍 李渊 许一毛 吴南 在该片获得百花奖最佳编剧后 制片人成了当场透露 七月与安生将拍续集 最佳新人奖 王宇田 红海行动MBSB 终身成就奖 演员 朱熹娟 红色娘子军 第一届百花奖影后摄影是郑国恩 山脚下演员让勇首林海雪原 完全获奖名单 最佳故事片 红海行动 优秀故事片 建军大业 最佳导演 林超贤 红海行动 最佳男主角 吴京诈狼二MBSB 最佳女主角 陈婧十八栋村 最佳编剧奖 七月与安生林永珍 丽月 许一毛 吴南 MBSB 最佳男配 奖 渡江红海行动 MBSB 最佳女配角 奖陆霞红海行动 最佳新人奖 王宇田 红海行动 MBSB 终身成就奖 演员 朱熹娟 摄影师郑国恩 演员 张游首本文 为一点号作者原创 未经受全部的转载